市立實活動 是為了讓澳門推廣更多的兒童權利 是為了大家的將來 為了澳門的將來 我最深刻的一次活動 就是街頭拉票 因為街頭拉票有很多勇氣 去問別人 希望他們可以投自己一票 雖然有很多人都拒絕自己 會不開心 但是都有努力 譬如很多活動 我們又要出來說話 出來發聲的時候 去街頭拉票的時候都要勇氣 所以我覺得我是學到知識 只要學到勇氣 譬如玩遊戲的時候 可以學到團結 然後去深圳的時候 可以跟別人交流 然後更加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整個團隊的那個 團隊精神方面就加強了 懂得怎樣跟別人去溝通 或者交流自己和他們的意見 例如街頭拉票 或者是二輪因選的 發表政官的環節 其實都令到我們去學習 如何表達自己的意見 以前對兒童權利公約 簡直是一問三不知 但經過小特首這個活動之後 我更加明白 我們兒童的權利和義務 生存權 受保護權 參與權和發展權 新的一年可能 我們會配合一些 兒童權益的組織 用我們小特首的身分 去開展一系列的活動 那我就希望想用我們小特首的身分 去和成年人各 我們的意見和聲音 我想用我這個小特首的身分 為兒童謀到更加多的福利 讓社會更加關注兒童的聲音 讓兒童有權利 可以在這個社會中去生活 等那麼多不尊重兒童 或者不重視兒童的人 都可以知道兒童 其實在這個社會的未來 是很需要被關注和重視的 做發展有關 為何用來做 做得很適合 要是很適合 要是很適合 好適合 要是很適合 我們會有任何